台中警察要查一名機車騎士 他不斷求饒說要去醫院 看剛剛生產官的太太 趁戲逃跑 一查男子的身分 他是犯下多起 詐欺案的通緝犯 他要去哪裡 我去老婆 老婆懷孕 袁瑾拿下一名機車騎士 但男子超級緊張 不斷哀求袁瑾 讓他先去醫院 看望生產的太太 那你是怎麼了 等一下 你先聽我講 你說 拜託你給我機會 我老婆現在是中國藥學院 我發誓 男子還對天發誓 求求袁瑾放他一馬 過程中袁瑾還不斷 安撫男子的情緒 沒想到他竟然趁著空隙 就拔腿狂逃 你跑什麼啦 袁瑾追趕上去 最後男子被逼到工地死角 還想要爬牆 最後無處可逃 一查才發現這名男子 近視犯下多起詐欺案的通緝犯 你下來啦 你到底想怎樣啦 我這樣幾次啊 事件就發生在台中中華路 與太平路口 愚馨通緝犯急忙趕去醫院 看望妻子 路上沒打方向燈背景 就怕沒機會見到妻小 才挺而走險 跑方一把送半 第一的老翁 他的白遠景見狀 上前幫忙 你的車頭是鎖起來了 來 我看 我看 我都鎖了 老翁揮了揮手 平平婉拒警察的好意 援警還是幫忙把機車 潛到路邊 意外發現機車植物架裡 竟藏著一支針頭 和一包不明物體 事發就在台中太原路一段 與華美西街二段 六十四歲的杜姓老翁先是 與外送員在路口發生碰撞 事故處理完後 老翁想要趕快離開 但機車龍頭卡死 意外被幫忙移車的遠景 發現毒品和針頭 以毒品罪移送偵辦 不做虧心事 就不怕警察找上門 接著隨便將 正南台中報導